台北好好住,弱势照顾篇 台北市的居住资源有民间租金补贴 保足贷款租金折扣,社会住宅分级租金补贴 社会住宅收入越低,租金越低,申请方式如幼 社会住宅40%保障给弱势户 社经弱势如老人,生障者可以平点方式申请 越弱势越先入住 低收入户,原住民族则是抽签制 台北市NPO乘租社宅所扮演的角色 转租社宅给弱势对象 搭建友善的沟通协调平台 可作为弱势户中级住所并连接服务协助自立 台北市居住正义2.0,快扫QR Code,看更多哦!